我们来继续看我们的OV7670 接下来一步我们到了实战的阶段 来通过SCCB总线控制一下这个7670 我们通过代码的形式验证一下到底对不对 那么在写代码之前呢 首先我们要确保我们的硬件设置没有问题 我们知道SCCB总线是有两条线是吧 SCL我这里边接的是PC2 SDA我接的是PC3 当然供电不必说了3.3V 还有一个GND我没有写出来没有必要是吧 那最主要是这两条线我们大家接对了 那如果你要用我的代码去做的话 你必须把我这个硬件配置看到的 接的是谁要不然你是不能做的 那接完了以后我们想一下处置画的时候 首先应该怎么做 那对于这个SCL我们首先来看一下 它是一个什么模式呢 输出是吧 SCL它只是一个输出 它就输出一些信号了 那么SDA呢 SDA可能去输出一些数据 也可能接受一些数据 所以对于SDA呢 有两种状态 一种是输出模式 一种是输入模式 所以我们要做一个初始化 对于这个PC3接口和PC2这个接口 做一些初始化的配置 那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代码 那首先会看一下我们的SCCB这个.h啊 我会对这个SCL这条线定义一下 PCR2它永远是输出状态 那么SDA这条线呢 PC3 一种情况是out 还有一种情况是什么 in 我们可以接收数据的 那这种写法相信大家应该不陌生吧 这个叫什么未带操作是吧 后面还有一个其他的写法 大家看到这个define呢 它其实是做了一个初始化是吧 那这个初始化是我超别人的 SDA in 这个时候呢 我们需要让SDA呢 去接收数据 所以呢 我们会做这么一个初始化 把它变成一个输入状态啊 那么out呢 我们需要让它输出数据 所以这个时候要做一个输出的状态 然后我们看我们的sdcb这个.c文件 首先呢 是一个初始化的配置 大家看到这里边主要配的是什么 pc3是吧 我们要对pc3呢 做一个配置 还有pc2也要做一个配置 那默认的我们会对pc3 它做的一个in pc2呢 用是个out 然后它的速度 50兆克资 otipe 这个不用说的是吧 这是一个初始化 那初始化完成以后 我们首先呢 将这个数据线 变成一个输出了状态啊 那为什么这个数据线 初始化完了以后 是一个输出状态呢 我们知道sdcb控制的时候 首先呢 我们要从主机 向从机那个地方呢 发送了一个id 是吧 那这个过程呢 主机是一个输出状态 所以我们会把sd切到输出状态 再往下呢 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地方了 那么初始化 这个是比较简单的 对吧 那么下面就是我们这个时序啊 那如何写这个时序 这个时候我们就中照 我们的时序图啊 首先看start 这个起始信号是什么样子的 那我给大家画条线 我就不打刻劲了 窗口多了不太好看 什么叫起始信号呢 scr为高跌平的时候 sda怎么变 从高到低 是吧 这个叫起始信号 我们看是不这样做的 首先sda和scr都是拉高 这叫空闲状态 是吧 然后 在这个cl等于高的时候 突然又把da给拉低了 拉低了以后 才把cl又给拉低了 这是不是一个起始信号呢 跟我这个图画的一模一样的 所以大家对着这个时序图 就可以写出你的代码 那么再往下 再看这个结束信号说 同样呢 还是回想一下 你的时序图是什么样子的 结束信号是这个样子的 是吧 画的有点重复的 重画一下 scl sda 是这个样子的 在scr为高点评的时候 sda它会切换 切换到从0到1 我们看是不是这样的 sda首先是0 然后scr是拉高 在这个期间呢 我把sda也给偷偷的拉高了 这个时候就形成了一个结束信号 来再往下看 还有一个na信号 那首先要明白这个na信号是由谁发的 是由谁发的 这点和iPhonec可能不太一样 是吧 我们这里边的na信号 大家看时序图的时候知道 这是主机发的 这个时候其实是我们从今的发了一个八位的data 是八位的data 然后主机呢 会给你回应一个na 是这个东西 而且na呢 它必须是一个高点评 我们看是不是这个样子的 sda等于1 然后呢 sl等于1 sl等于0 然后又把sda等于0 那么这个na信号完了以后 其实还有一个 don't care是吧 可能有会想到我们don't care拿去了 那大家知道don't care呢 是从重机发到主机的是吧 所以主机呢 这一块不需要控制don't care 没有必要产生的 它是由重机来产生的 所以这里边我们只有三个 起始信号 结束信号 还有主机的一个na信号 那有了这三个信号以后呢 我们接下来就可以 进行数据的传输了 那在数据传输过程中 中间我们是有这么几个过程 首先我们会写一个字节 那不管是我们去接收数据 或者发送数据 首先呢 我们要写入一个重机的地址 然后我们再写入一个 寄存器的地址 然后才是接收或者发送数据 那所以这个write byte 也是非常重要的 那我们来看这个write byte 我们知道这个数据呢 是串型的数据 一个byte是八位 那么在这里边 我们知道sacb刚才告诉你是 八位数据传输 msb在前 最先传的是最高位 那所以大家看到这个雄环 是不是先传最高位 大家看到这是不是雨的一个零差八零呢 传完了以后呢 把这一位向左移动了一下呢 那么data向左移动了一下 那么第七位就又往前移了 第六位也往前移了 对吧 那么循环下来呢 还是传的下一位 而且整个在这个传输的过程中 我们知道呢 需要在sl等于零的时候 进行一个数据的传输 那画一个图来表示的话 sl是这个样子的是吧 那sda呢是这个样子的 可能在这一块 发生一些改变是吧 瞎话呢 这个是这一块是吧 在scl为低的时候 sda才可以发生一个改变 它可以从高变低 也可以从低变高 这是由你来决定的 那总之这里面写一个数据 我们是需要一个雄环来写的 那么写完这个数据以后呢 还有些其他的操作 我们知道这个数据一次性 发一个字节是八位是吧 发完以后呢 从今会有一个硬打 有一个don't care位 一位的 那这个时候我们是不是需要把这个总线改变下方向呢 大家看到是不是这个样子 把这个data变成一个输入状态 用来接收这个重击发送的第九位是吧 而且已经知道了 如果重击发送第九位是零的话 代表成功一的失败 所以大家看到如果这是一呢 我会给你返回一个失败啊 这个rightbite失败了 否则那rightbite才是成功的 发送完了以后呢 它去把这个scl拉低了 然后把sda又设置了一个输出 因为下一步呢 我们sda还要输出另外一个地址了 再输出一个reg address对吧 寄存器的地址 这又是这么一个rightbite的写法 然后再有像我们看这个readbite怎么读啊 读数据是一个什么过程 首先读数据的过程 我们知道sda呢是一个输入 要配成一个输入 也是八位八位的传输 还是卸传一个msb 大家看到这也是一个雄环 八位是吧 卸传的msb 而且数据传的时候要保持在 scl等于零的时候 进行一个数据的传送 传送完了以后 把sccbd变成一个输出 那为什么要变成一个输出呢 我们知道整个在我们这个读数据的过程 从机会给你传一个八位的数据是吧 你传完以后呢 主机会有一个一位的硬打 na 所以这时候你要切换你的sda 这是输入 这是输出 切换 切换完了以后 接下来会有一个na信号 当然na信号呢 它不在这里边写的 在另外一个地方写的 所以这一步呢 变成一个opt呢 是非常有必要的啊 那么有了一个字节的读取和发送 接下来我们就可以读寄存器了 或者写寄存器 那这里边写给大家列到的是一个写寄存器 那么写寄存器呢 还得回到你的时序图啊 那如果你不记得时序图 你得回到时序图 怎么写数据 它是三块是吧 首先一个id是吧 从机的地址也是 那我们写一个地址吧 address是吧 然后又是 有一位什么 don't care是吧 然后呢是rag地址 寄存器的地址 然后又有一个don't care 然后呢是一个data是吧 data完了以后又有一个don't care 这是我们写寄存器的过程 大家看是不是这样的 当然要最终外边套一个壳 对吧 有起始信号 结束信号 然后把这个壳包去以后呢 就是我们看到那个时序图 首先呢 我们要write一个统计地址 那这个统计地呢 是零差42啊 这里边告诉大家 大家要记住 它的地址是零差42 这个是ov7670出厂的时候啊 它的地址已经被内定了 这个就像你到网卡呀 对吧 网卡其实也有一个自己的地址呢 Mac地址出厂的时候 唯一确定的 那在这里边也唯一确定 ov7670呢 在sccb里边呢 它是零差42啊 这个地址已经确定了 那如果你回到同文件呢 会看到这里边是零差42 发完了以后呢 我们延时一下 那这个延时是用来干什么的 延时其实就是用来接收 这个don't care 对吧 那不延时是不行的 那这个延时100微秒是用来接收 don't care 然后再发一个rag地址 当然这个rag地址是要依赖你具体的操作 你要写哪个计程器 发完以后还是一个延时 don't care 最后呢 我们有一个结束信号 这有一个right byte 发完byte以后 把它给结束了 这是个写计中期的过程 然后再往下是一个读的过程 那这个读的过程可能就不太好做了 是吧 我们来看一下读 大家在学的时候最好对照你的时序图 同样的首先是你的外壳 start和stop 我把这个外壳拨掉以后 首先是发的ID是吧 ID然后是什么 rag地址 这个ID呢还是重计地址 0x42啊 那这个过程其实还是一个写的过程 我们向他写的一个重计的寄存器地址对吧 然后呢我们看到 这马上stop了 stop了 说明这个地方呢 是两个SCCB信号 其实对吧 start stop 这是一次性完了以后 这只是向重计发的一个寄存器地址 接下来又一个start 这一点呢 它和iPhoneC也是不一样的 iPhoneC这个过程中呢 没有必要重新这个start stop 这里边再来一个start 然后我们再发还是ID 那这个ID大家要知道 要被读啊 它有最后一位的 我们知道ID呢是几位的 八位的 其中七位呢是例子 最后一位是读或写的吧 大家看到师傅把最后一位做了修改了 或上临唱里奥变成一了对吧 一呢就是读的意思 然后呢 接下来我们再发一个rag地址 不用发了啊 是接收了是吧 接下来师傅接收了 readbyte是吧 这个时候呢 从机会给你返回一个八位的data是吧 返回八位的data以后 主机呢会发送一个NA是吧 是不是有一个NA啊 这个要完全中照时序啊 有一个NA 最后有一个stop 这是我们读寄存器的过程 当然这个过程可能是稍微有点多 这里边需要注意的是 除了时序图呢 大家还要知道这里边是有两个期数结束啊 发完寄存器地址呢是一个 SCCB起始结束 然后读数据之后又是一个起始结束 而且在这两个过程中我们发id的时候 最后一位是读写的吧 那么这个id呢在第二次发的时候 一下子变成了读 因为这个时候我们要收数据 那第一次还是写啊 写了一个寄存器地址 第一次是w是吧 w 这是我们这个iPhoneC协议 那我们在sccb写一下 它和iPhoneC差不多是吧 有没有说口误的啊 那这个文件里边描述了我们的sccb 如何进入数据的传输 那最终我们用的是这个rag写 是吧 还有一个rag读 我们用这两个起始线和结束线 都已经被包进去了是吧 我们需要做的是操作这两个函数 然后至于这个寄存器的地址呢 还要参考手册是吧 参考到你的手册就可以做出来 那看完这个sccb以后 我们看看OV7670如何做一个初始化啊 当然是我们的gpion这个配置呢 这个你们要不要看 这是后期的一个配置 我们主要是看这个sccb啊 首先有sccbunit 初始化的sccb接口 把pc2pc3都给配好了 接下来就是通过这个总线来发送数据 首先给12写了个80 那这个给大家做了个解释啊 这个12这个寄存器是管复位的啊 然后给他写这么一个数就复位了 这里面我借助了printful 来打印数据 我们要看看这个程序有没有走到这一步 因为现在我还没有教你采集数据呢 所以你的摄像头可能还不能采集数据 或者采集到了 你也看不到是吧 只能通过串口来打印数据 然后我们读一个产品的ID 那这个其实也很类似的吧 我们测试某个芯片的时候 我第一步还读他的ID 那么读ID手续我们肯定是找到他的这个ID放在哪儿 这个从手上你会查到呢 是放在0x20b和0x20a啊 有两个寄存器管着他的一个产品的型号 那这个产品会出厂 出厂以后呢 他的型号0x73 0x76会读到这么两个数据啊 那如果你读到这么两个数据呢 证明你的SCCB是正确的 那如果你读不到产品这个型号呢 证明你这个东西有问题 要么是你的SCCB有问题 要么就是你的产品有问题啊 你必须读到这么两个数据 这才是正确的 其实为什么会是这个样子 这个是从手册上查的 一旦我们读到了这两个数据以后 那证明我们器件可以正常的工作啊 这是一个合理合法的器件 然后我们用放行画呢 还是写了一些寄存器 做了一个初始化 那这个初始化这个数呢 是有个配置文件 后期我们会看到这个配置文件 所谓的初始化还是找到寄存器 哪个寄存器代表什么意思 写几又代表另外一个什么意思 比如说有个寄存器代表白平衡了 那我们白平衡有N种状态 要配哪种白平衡呢 给它写一个数据就OK了 那上面整个这段代码 我们就完成了7670的一个初始化 那接下来我们来验证一下 这个初始化到底成不成功啊 如果成功呢 你会看到呢 我们的step会进行到第三步以后 会打印出N个step4 最终我们就完成了一个初始化 那么现在我已经将我的板子连上来了 我们下载一下代码 然后运行一下 看看能不能打出相应的数据 然后在组函数里边相应的初始化 你还是必须有的啊 比如说延时了 还有什么中段分组了 尤其是这个窜口呢 窜口必须要 窜口完了以后就可以进行 OV7670的初始化 下载完了 我们来看一下我的代码是什么样子的啊 OK大家看到已经运行起来了 我们来close一下这个窜口 我们看到呢 会打印出了相应的step是吧 step4 打印了N个 因为我们在这边做一些初始化 那证明我们这个代码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啊 肯定没有问题的话 我写完了 验证完了以后才会告诉你是吧 如果出错了 我怎么会告诉你呢 所以这一步有时候有人会问我啊 老师你怎么不验证你的程序呢 其实你问这句话就多此一句啊 那这个代码我肯定是写过了 我写完了才会告诉你啊 不写我告诉你 那叫不负责任 就算我工作十几年二十几年 每一个代码我也得亲自测 那现在我会有时候会讲C了 C++这些简单的东西 那我以后每次亲自去测一下这个代码 因为很可能会发现低级错误的 所以这个代码肯定是没有问题的啊 大家放心的去使用吧 在这里边我们通过代码的形式呢 把它转换成一个SCCB总线 然后就控制我们的OV7670 那主要是我们这个SCCB的一个转换 起始信号结束信号如何转换 还有NA信号怎么写 如何写一个8位的数据 一个byte是怎么写进去的 这些呢都要依照你的时序图 没有时序图呢 你是写不出这个代码的 那其实这个代码看起来多啊 其实非常的好写 你照着时序图一步一步的写 绝对没有问题啊 当然这个大家还是要自己去测啊 能不能写出来的 还是看你的工底怎么样 如果你对iPhoneC很熟悉的话 相信这几段代码是非常危险的 那至于后面这个OV7670呢 你可以参考我的 为什么是这个数 这个我是从手上找的 那么对于我们的初始化配置 我们就简单的先说到这